網報顧盼此盛事 衝進前退 歡迎收看警訊 Samuel Sir,上個星期的通訊科特輯 我們就介紹過警隊通訊裝備的演變過程 今個星期我們又會介紹些甚麼呢? 今個星期我們就會介紹通訊科的成立歷史和工作 無關大家不知道 通訊科就好像我們警察內部的狗狗電台 一旦我們電子能經有甚麼事 就會找它們幫手 警察99 警察99 乗客裡面 陷队 電台聲 處理市民的扣座 往往分秒別增 要在最短的時間到達現場 處理各類型的意外和事故 除了要有訓練有數的警務人員之外 先進和可靠的通訊裝備是不可以缺少的 而負責開發、管理和保養警隊的通訊系統 令到全港二萬多名的警務人員 可以在任何時段、任何地方 無間斷地通訊聯繫 就是警隊通訊科的主要工作 通訊科和警隊通訊的發展可以說息息相關 自1844年警隊成立之後 用的通訊工具是比較基本和原始的 例如旗號、燈號、煙火或者哨子等等 後來我們引入了電話和電報 直到1948年 我們第一個無線的發射站 在太平山的山頂啟用之後 警隊的通訊就正式進入無線的新紀元 為了提升對通訊技術的支援 警隊在1955年成立了通訊及運輸貨 基於科技的急速轉變社會的變化 1983年 警隊成立獨立的通訊科部門 由專業的技術隊伍 為前線的同事提供無線的設備和技術的支援 目前通訊科管理超過20多套的警隊通訊系統 包括第三代指揮及控制系統 水警及刑事偵測通訊系統等等 令到各個部門的警務人員 可以無間斷地通訊 除了有一道地方 就是這些房間 這些是用金屬全物封的房間 可以阻隔無線電波 防止對港機的訊息洩漏 這裡也是通訊科人員 維修及測試對港機時的工作間 另外通訊科也支援警隊所有電子器材 例如車速雷達 迷你練把牆內的視像模擬射把 邊境禁區監察系統 以及各類型的影音器材等等 有時甚至乎會自行研發一些新的器材 大家知道這個綠色球體是甚麼嗎 給大家一些提示 除了可以發聲之外 我還可以聽到球體附近的聲音 而且我還可以選擇鏡頭 可以看到球體附近360度的環境 聰明的你 猜不猜到是甚麼呢 這個談判球是給談判專家 是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跟對方展開談判的 我建議這個談判球是用中空設計 最主要是給對方看到裡面有甚麼設施 令他安心 可以跟談判專家繼續談判 它有四個鏡頭 它可以給談判專家360度 看到現場的環境 有收音威和喇叭 是做一個雙向的對話 而它的外殼是用綠色塑料包著 是主要來當現場環境 如果有人意義物變的時候 避免產生火花引起爆炸 而談判專家 就可以利用這個工具箱 跟對方展開談判 其實這個談判球的意念 是來自一句說話 其實通訊科的同事 除了設計之外 還要將概念變成實物 如果沒有現成的零件 它們還要親自用這些機器 逐件逐件地砌出來 剛剛跟大家介紹完談判球 到這兩個箱 大家猜不猜到這兩個箱裡 製有甚麼東西 這裡有兩種的談判器材 而這一套就是有線的談判電話器材 可以去到500米元 而這個電話箱就交給對方使用 談判專家就利用這個控制箱 跟對方展開談判 這個就是一個無線電話談判箱 談判專家就可以利用這個談判箱 打電話給對方來展開談判 另外通訊科也有為爆炸品處理組 提供日常的技術支援 包括維修拆彈機下人 場地保安設施 以及製作訓練物品等等 而自從1992年 隨直發生了難貴方慘劇之後 警隊在視訊裝備上面不斷地改良 通訊科的視訊支援小組 在每年的大型節日活動 和群眾活動裡面 都會提供視訊上的支援 令到警隊可以更加有效地維持秩序 執行人潮管制措施 令到這些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還有大家記不記得 這幾位由80年代開始 陪伴大家成長的機械警察 他們都是來自通訊科的 他們的任務 就是換起學童格防止罪案意識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 以及警隊行動的多樣複雜性 警隊通訊科在未來科技發展 投下大量的精力和資源 我們已經由過去的模擬話音的通訊 過渡到現在的第三代 全數碼式的通訊 未來方面 我們會朝著寬頻多媒體的通訊 意思就是將聲音、數據、影像三合一 去支援我們前線的行動 以達至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給市民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有關於警隊通訊科的工作 以及警隊通訊的發展歷史 大家可以去到 香港山頂金道27號的警隊博物館 裡面有個專題展覽廳參觀 在那裡大家還可以親身試用一下 舊式的警隊通訊裝備 而展覽的日期是會去到 今年的10月31號 除了今次的專題報道之外 其實在警隊博物館裡面 也有很多珍貴的警隊相片 以及其他文物 大家有時間的話記得去參觀一下 接下來有一宗交通意外的呼籲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消息協助調查 我現在身處荃灣的安竹街 以及石狸街交界 在這裡發生過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警方希望目擊的人士可以提供資料 案件發生在今年的6月7號 凌晨3點半左右 當時一架市區的士 就沿著安竹街準備右轉往石狸街 但在我後面的行人過路處 就遭到一名75歲正在橫過馬路的南途人 這名伯伯頭部和腰部受傷 他被送往醫院搶救 可惜延至7月最終不治 警方論著著呼籲 有民在今年的6月7號凌晨3點半左右 途經安竹街和石狸街交界 而有目睹案發經過呢 又或者大家有沒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呢 如果有的話 就請你盡快和負責調查這張案件的 新界南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一隊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3661-1300 3661-1300 這一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村屋防盜要注意的事項 各位居住在村屋的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我們下期見